货柜车失控翻覆压扁两辆车 扬起的白烟多到看不到车 目击车主叫的有够夸张 实在是因为吓坏了 两辆车就像被压扁的铁盒 一秒变废铁 被撞到然后我的车就打滑 转圈圈到好像就到那车道 有噼里啪的声音然后有炸下来 然后后来才知道说是货柜车要在我们车上 女驾驶说原本她想等到货柜车经过再换车道 念头才刚闪过就出事 肇事货柜车驾驶知道闯祸 第一时间打电话 不好意思 等一下我要跟我们公司联络不好意思 货柜车一样很惨 车头和车身变得歪七扭八 驾驶毫发无伤 两车五人都是情商 原来雪泥分隔忽然撑起货柜车 留下黄金三角保命空间 倒下来的时候 她那个货柜是压在那个护栏上 就是又把它卡住 如果没有的话 应该就不是这样 雪泥护栏分散货柜车部分重量 救了五条命 随着最新曝光影像 这起惊悚翻车再压车事故 或许能够提供警方 更进一步厘清肇事责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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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